台湾是一个海岛国家 四面环海有各式各样的天然 回复神功的美丽海岸线 但我们自己却常常背领这片美丽的海岸 甚至不去认识它 到底是什么阻止了我们亲近 台湾是个四面环海的小岛 陆地总面积36000平方公里 在全球陆地大小中排名第137名 然而因为海岛的地形 台湾半岛的海岸线就长达1319公里 加上离岛更有1962公里 在全球排名第66名 明眼的海岸景观局势难得 拥有世界十分之一的海洋生物种类 分布在某岛的海岸线上 但是这美丽的海岸 却受到了消波块 堤防 渔岗等等 捲工海岸工程 以及海洋废弃物及垃圾的污染 使得海洋生物的栖息地遭受破坏 造成了海洋生物的减少 以及渔月枯竭等等的问题 破坏了宝岛美丽海岸的秀利风貌 更阻挡了人们跟大海的接触 这边是台南市的黄金海岸 之前沙滩从那边出来 差不多就是到消波块 我们现在看到消波块 或者大概 原本是游人细水的美丽沙滩 十年不到已经减少了一大半 除了气候变迁 人为因素占了大部分 根据2013年内政部地政司 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台湾的西部 从新竹 台中 彰化 嘉义到云林的海岸线 已经仅存16%的自然海岸 宇春说 这条海岸线上 有将近94%的比例 被所谓的堤防 渔岗 防波堤所取代了 消波块挡在那边 减少了我们亲近海岸的机会 本来美丽的海岸是 我们很重要资产 但这些资产现在都被拦住了 那第二个是 其实海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生态栖息地 栖息地多样性 最丰富的地方 那我们把它用消波块 用提防来拦住之后 那这个对生态来讲 也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丰富的海洋资源 多元的生态样貌 是台湾人最珍贵的自然资产 但相对的 海洋保育也是你我 无法忽视的重责大人 这里是马祖南杆乡的牛角沙滩 现在是退潮时间 当海水退去之后 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 沙滩上满是塑胶垃圾物 除了大块的保利龙 还可以看到地上 布满了这种细细小小的白色颗粒 它们都是保利龙 裂解出来的颗粒 这些碎屑它可能会漂浮在 海之中或者是上岸到沙滩上 会造成说鸟类或者是鱼类 它们可能会误以为是尺度 蛮多的海洋生物它是没有办法区分 食物跟塑胶跟这种垃圾食物的差别 所以当它们吃进去的时候呢 就会经常一个生物放大的作用 海洋垃圾在海洋里面 会随着风跟洋流 运移到世界各地的地方 那在世界各地的海洋垃圾有五个 像离我们最近的是 这个所谓的北太平洋垃圾袋 这个垃圾袋大概在夏威夷附近 我们的垃圾如果估算了没错 大部分垃圾最后会移到这个地方 海洋是大地之母 拒绝塑胶海岸 不仅积极净滩 还要源头减量 从民间 企业 政府和国际 多方联手 降低每个人日常生活 对塑胶的依赖 我期待有一天 我们台湾的海边 可以变成生物再回来 愚人可以在这里 获得他生活的所需 丰富的所需 旅人可以在这个地方 获取心灵的平静 人跟物种跟动物 可以在我们的海岸边边 和平共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